这个建筑成本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 因为每一次的这些投标价我们都公开 有多少单位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不存在我们公不公开 其实已经公开了 因为每一次投标 那个投标价是多少钱 有多少个单位 这个没有问题 尽管刘司长强调愿意公开金屋的成本价 让公众来评评理金屋的定价是否太贵 不过有关注团体就指出 政府似乎并没有把金屋的成本全公开 另外对于金屋16年禁售其过后 市民补给政府的五成差价 要跟未来的市价挂钩 林玉桃强调 政府必须向公众解释潜在的风险 他又质疑政府的转售条款 但泰柯克并没有让小借主享受升值的回报 二位是彭艾茨 马永飞 李彬彬鸟华 澳门报道